简女自称要把车停到路边 趁警方不注意跳上机居 进了5公尺 仍被依公共危险罪嫌宋办 记者曾见又翻射 分享 谢姓男子前面凌晨3点多 和简姓女友喝得醉醺醺汽车回家 在基隆市安乐区被警方拦查 谢酒侧值高达0 76毫克被上铐准备带回时 简突然转身跳上机车 吸了5公尺 就被拦下 便称只是想把车停到路边 双双被依法送办 基隆第四警分局中山派出所调查 谢男22岁和简女26岁 当天和友人相约唱歌 回家进路安乐路 称公路交叉口时 谢姻安全帽扣还没扣 被警方拦下盘查 发现她和后座的女友都散发浓厚酒气 谢男精呼气酒侧值高达0 76毫克正当远景把她上铐 借护上警车带回派出所时 同时向简女告知说 同人会帮她把机车骑回派出所 请她改天再来签回去 没想到简突然跳上机车 发动后就直接往前骑了近5公尺 远景见状立刻将她拦下 发现她神色恍惚酒意未退 同人并问她为何坚持要骑车 简才便称说因为机车太宠牵不动 只是想把车停到路边而已 警方同时对简女实施酒侧 呼气直径也高达0 71毫克当场也被依旧加线刑犯 带回征扮 简女这才脸色铁青 懊悔不已 事后汗泻男双双被依公共危险 最嫌一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提醒您禁止酒驾饮酒过量 有碍健康